这个婴儿星球中央黑暗区域右侧的亮点,已经在一个树式的尘埃和天然气托儿所发展了540万年,天文学家刚刚捕捉到了一个新生的外星世界的第一个形象,这个世界已经在尘埃和天然气的苗土中发展了超过500万年。 那么,为什么这个星球只被视为婴儿呢?天文学家说,就是因为这颗名为Pedis70的恒星只有500万或600万年,与它们几十亿年的正常寿命相比,我们的太阳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,这使得这个天然气执行星只是一个宝贝,因此,这个婴儿尚未达到其成熟的规模。 天文学家使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超大望远镜上的Sphere行星狩猎仪器拍摄了这个互联网著名天文婴儿的镜头,而我们的太阳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。 随着Sphere代表Spectral Polarimetric高对比度系外行星研究,天文学家可以在年轻行星的恒星系统中看到年轻的特征。 具体来说,研究人员看到了气体和尘埃盘,其中包括Pegis,70B的母星形成时的剩余物,恒星和行星往往形成尘埃和气体云。 随着恒星变老,尘埃和气体消散,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原因造成的。 首先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断增长的行星会吸收大部分剩余的灰尘和气体。 此外,从恒星发出到恒定粒子流,称为太阳风可能会将一些物质吹走。 但是科学家们渴望研究更多的年轻星系来证实这些假设,并更多的了解行星的形成方式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发现了数千个围绕其他恒星的行星,但天文学家对它们实际形成的方式仍然知之甚少,因为大多数观测到的行星围绕着成熟或老型运行。 研究参与者 Miriam Kepler 写道,要更好地了解行星的形成方式,最后还要了解我们太阳系的早期历史。 我们需要探测年轻的行星,例如PG70比,这时我们的发现如此令人兴奋。 天文学家补充道,从观测结果来看,天文学家发现这颗行星的温度大约为一。 832华氏度1000摄氏度,这使得天然气巨大的生命,在这一点上过于无聊。 这种温度对于年轻的行星很常见,所以PG70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降温。 天文学家补充说,在这个星球停止收集周围的气体和尘埃之前,可能还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,在此之前,它的质量会稍微增加。 当这个过程停止时,它的温度会降低,行星会变冷,这些过程需要多长时间,才能结束,成为当前天文学研究的一部分。 无论如何,生命可能不是地球未来的一部分。 PG70比是一颗沉重的行星,其质量是母星的树北,而且这颗行星的轨道,远离它的赋太阳。 因此,PG70比在中婴儿阶段生长出来,冰冷却后,不会从恒星那里获得太多热量。 PG70比行星接收能量的也是外部,但由于天文学家尚未发现任何这类类星,因此很难肯定。 PG70比的轨道距它的恒星大约20英里32亿公里,与天皇星距太阳的距离相当。 这使得这颗新发现的行星,成为一个缓慢的轨道飞行器,大约需要120个地球年,才能绕它的恒星一圈。 接下来的挑战将是天文学家对像这样的其他婴儿行星进行成像,一阶是太阳系早期的样子。 也许那时,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太阳系对生命的友好性,正如我们在地球上所知道的那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